大家好,歡迎光臨月如天地! 隨時為你送上《香港娛樂圈》最噱頭的八卦新聞 近日,港瑜頭條驚爆曾國祥和黃敏逸的婚姻出現風波 傳聞中,背後的原因是因為曾國祥的性向話題 而黃敏逸和他公公層智慧之間的互動一直耐人尋美 可能有朋友會好奇曾國祥是誰來 他的父親就是我們熟悉的曾智慧 這位曾經風頭一時無兩的老牌藝員 除了一位在娛樂界光芒四射的女兒陳寶儀 其實還有兩位兒子曾國祥和曾國友 兩位都是來自曾智慧的第二任妻子 自打曾智慧跳槽島TVB出任總經理 再勝任董事會一員 他的威望和地位就令到不少娛樂圈中人 都要給三分面子 不過一提到2021年的頒獎典禮 當曾智慧上台講話的時候 其他藝人都乖乖聽著 就只有黃敏逸埋頭玩手機毫不在意 大家驚訝於他的膽量 但原來台上的曾智慧是他的老公公 在追溯黃敏逸的過去 會發現他的星徒無疑是十足的逆襲旗 比如他曾經在一黨娛樂之木削 敢於大膽回答其他藝人可能被雪藏的原因 一個出軌直接到出了大家心裡考慮的事 似乎他能夠這麼膽大的發言 背後都離不開他強勁的後盾曾智慧 講到黃敏逸的分辨傳聞 其實觸發點源於他在IG上刪除了和老公的合照 連婚紗照都不留 他還將自己的IG名由MISSES聲改做MANFAMILY 由於想撇清曾太太的身份 媒體一聞風識變 加上網上的喜空 有傳黃敏逸連結帝他們愛情的分界民生都洗去了 台灣的媒體更爆料 指曾國祥在演藝界打滾 意外和一位新進小鮮肉生出情素 可惜當窗的大家爹地不認同 到處散播他和女無特交往的消息 想要阻止他出軌 整件事情一傳十、十傳百 去到小明星大根班節目上 麥若如大膽地透露了 那位演藝大哥的兒子和一位新進演員的悲憫 甚至吳忠憲都額外透露了些線索 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聽聞麥若如爆料 吳忠憲加碼透露這位星二代相關線索 大哥由一位女兒也是藝人父親子不高 讓吳小網友紛紛鼓策 這位被了出軌的星二代應該就是香港大哥 曾志偉的兒子曾國祥 因為他的姐姐正是女性曾寶怡 身為無特出身的黃敏逸和陳國祥的愛城路 一打頭就引起了不少粉絲的注意 黃敏逸一位廣東偉州出生的姑娘 小小就隨家人移民到香港 算得上是一名地道的香港女生了 她身高1.64米 五官精緻有氣質 笑容迷人 女人味十足 在TVB的世界裏面 黃敏逸的身高便最突出 但她前鏡頭那份自信 那時就是無得頂 年紀輕輕已踏入廣告界 開展了無特生涯 記住啦 2008年黃敏逸 因為深演了陳志偉監製的電影烈日當空 擺脫了純無特的身份 成功跨入了演藝行業 之後她更是參與了多部作品 例如南南 新加坡投資的電影Cameron 又或者Diva華麗之後 和超級經理人 但要踏實在觀眾心目中留下印記 還是要靠2014年播出的女人俱樂部 在劇中 她擔綱的年輕李麗真形象深入人心 再一次和陳志偉携手合作 好評如潮 到了2018年的飛虎之潛行極戰女頭 黃敏逸扮演的唯恩女飛虎大爾飛 和黃忠澤姦的曖昧情數 都令人俊俊樂道 不止如此 香港愛情故事更使她獲得了 萬千勝費辦獎典禮2020 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的提名 論及行業大佬 曾志偉對黃敏逸的欣賞和中愛 就從來不是秘密 她對黃敏逸的個人魅力都是讚賞猶家 所以當她成為她心目中理想的媳婦候選人 都不令人意外 而曾志偉上一次談及兒媳婦 否認兒媳婦是靠她的背景上位 被問及會不會想讓兒媳婦生個大孫子時 曾志偉的回應很微妙 不用吧 生給我做什麼 只不過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百分百肯定 所以到時候再說 曾國祥和黃敏逸的緣份始於2010年 因為工作而結識 等到2013年 兩人在曾志偉的牽線下 終於情投意合 黃敏逸向來低調 和娛樂圈匪民保持距離 但在柏涉飛虎時 和黃忠澤那點點小火花 不禁激起了人家的無限聯想 兩人被拍到和飲一杯飲品 黃敏逸在黃忠澤的保母車上碗三陣 南方就守在外面 某天 黃敏逸約陳瑩及唐妹到黃忠澤的點鐘吃飯 凌晨她才腳步虛浮的在好友的餐扶下離開 黃忠澤卻從店裡突然迅速喘出 一氣呵成的上了保母車 好似沒看到身邊的三人 細查黃敏逸的情史 原來和黃忠澤一傳匪民的日子是他婚前 遇到分辨的傳聞 曾志偉叔叔就怎麼辦呢? 她解釋說自己剛剛和這對小夫妻吃過飯 怎會這麼快就分手? 更是記者問到 是否真是她自己不知道她兒子來了婚? 曾志偉就打太極話 那天聽上似乎是來了 不過第二天又結犯咯 四圍兜圈 令人觸摸不定 老派藝人的他 一臉風輕雲淡 但曾國祥和黃敏逸的婚姻狀況 實在令人這把冷渴 分其不是 絕多數新婚夫妻都會想起做人計劃 但這對似乎完全沒有這個打算 連蜜月都是名存失望 黃敏逸更親口表示 人欲後代這件事已經和老公想通一套男 目前專注工作 沒有任何生仔計劃 夫妻間互相尊重絕對是好事 但他們的獨立還表現得淋漓盡之 黃敏逸透露 他拍親熱戲不用向老公報備 正常工作的需要老公絕不會干預 而多角度看 陳國祥是圈中的著名導演 黃敏逸都是演員 表面上看好像可以夫妻當出擊 但實際上黃敏逸偏偏就沒有出現 在老公的戲裡 黃敏逸指出 曾國祥的完美主義之下 他根本不會因為私情就用自己老婆 不過他又說 其實心底女很想在老公的片那裡演個角色 曾國祥這麼說 黃敏逸就半真半假這麼回應 我都排緊隊啊 不如你叫他們都排隊啦 要講點離譜 相愛的他們兩個 竟然互相很少去探班 甚至陳國祥都鮮少追看黃敏逸的戲 儘管演戲是他最愛苦而今之事 黃敏逸仍夠堅挺自己的婚姻 談到怎樣維繫者般易地戀 他信心滿滿地穴 兩夫妻間最重要是要保持溝通 總而言之 好讓無論何時何地想尋找另一半時 對方都會出現 自從入了行 黃敏逸一直都是拼命三良 一部又一部戲 宣傳不停 就連放假的時間都無 後來因為老闆提提他 休息對身體健康嚴重重要 他就和曾國祥去了歐洲玩了幾天 作為明星的家庭 不能夠和一般人的生活或上等號 處理棘手問題見人厭治 這家三口人的關係 可能只有當事人心裡明白 大家有什麼看法 就快點在評論區投石問腦 想聽更多的話 訂閱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在影片尾聲我會推薦兩個精彩緊串的視頻 下次見